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连家都没了 开场 探似伯君一笑 但我更希望你认真看待 因为它很可能发生在你我之间 高胜率的绩效谁不想追求 但我们更需要重视风险管理 所谓的风险管理有两个区块 指的是盈亏比 以及每比交易可承担的风险 盈亏比 我们简称R值 何谓R值 如果你用1%的停损 来换取3%的停力 我们就称3R 换个说法 你用1倍的止损 换取3倍的止盈 一样称为3R 所以R值的基础 是先建立在每一笔交易可承担的风险 而这个风险 就是你的停损距离 当你的停损确定之后 我们再设置你要的R值 至于1R 就是赚赔比1比1 3R 就是赚赔比1比3 以此类推 这张反推的统计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 胜率超过6成以上 你的R值基本会落在0.5区间 也就是赚了1点就跑 相反的 如果你的R值维持在3以上 你的胜率只要2成左右 就可以抵过这些高胜率的绩效 所以 高胜率没有不好 但它绝对不是你该追求的唯一 你应该更重视这两个区块的重点 就算胜率真的不高 你也可以在市场中增加你的期望值 重点是怎么买 这个问题我都听到了 今天 我就来分享一套K线草底的逆势交易策略 让我们有机会买在价格相对低的成本 届时去增加你的R值 不论你是做合约还是现货 这集你千万不要错过 你能做的就是温柔的点击订阅按钮 并观看到最后 带你从0到1 1到N的无限成长 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的频道 本频道是针对市场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来进行量化数据的分析 透过数据来探讨策略的可行性 频道所分享的策略 仅是我个人观点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入场前请做好风险评估 该策略适用于外汇 股市 期货 贵金属 加密货币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这套交易策略我会在TradingView上实现 并使用K线及ATR指标来进行 接下来 我就从头到尾说明及演示一遍 如何在TradingView上添加并使用这套交易策略 指标的连结会在下方的说明栏位中列出 首先 这套策略设计逻辑是运用了跨周期来进行的逆时策略 运用大周期作为趋势反转的基准 这个大周期我设定为日线的图表级别 接着再运用小周期来作为进场点位 而小周期我设定为两小时图表级别 第一步骤 利用日线K棒前一天的最高点及最低点来作为价格反转的基准 我们将前一日的最高点及最低点标示出来 第二步骤 到两小时的图表内 找出三根符合价格反转的K棒 以当下收盘最新这根K棒为基准 再往前推两根K棒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三根K棒 策略的进场条件 当这三根K棒收盘后 其中一根K棒的下引线或是收盘价 碰到前一日的日线K棒最低点 这样就符合多单第一个条件 最后 当下最新这根K棒收盘后 它的收盘价要大于第二根K棒的最高点 也就是吞噬的形态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第一根K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多单进场点位 至于停损的条件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 输入真实波幅均值或ATR 单数保持默认 颜色及线条可依照自己喜好来设置 本次ATR指标只用来计算停损点位 它不会进行任何进场的判读 首先 我们要取关键K棒ATR的值 请将滑鼠移到关键K棒并打开数据窗口查看 数据窗口在Trading View最右边选项可以找到 以下说明停损计算公式 使用关键K棒的最低点 减去ATR的4倍来作为停损点位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计算 关键K棒的最低点为25912.75 ATR为92.77 92.77的4倍等于371.08 得到ATR4倍的值以后 我们再将25912.75减去371.08 等于2554.67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要的停损距离 停损距离确定后 最后就是要来找R值 这个R值就是开头所说的盈亏比 如果是0.5R就是1比0.5 1R就是1比1 我们以目标价3R为基准 可以看到最终多单停利目标在这里集中了这根K棒 接下来进入到空单的例子 利用日线K棒前一天的最高点及最低点来作为价格反转的基准 我们将前一日的最高点及最低点标示出来 第二步骤 到两小时的图表内 找出三根符合价格反转的K棒 以当下收盘最新这根K棒为基准 再往前推两根K棒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三根K棒 策略的进场条件 当这三根K棒收盘后 其中一根K棒的上引线或是收盘价 碰到前一日的日线K棒最高点 这样就符合空单第一个条件 请注意 多单是碰到最低点 空单则是碰到最高点 最后 当下收盘的最新这根K棒 收盘价要小于第二根K棒的最低点 也就是吞噬的形态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第一根K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空单进场点位 至于停损的条件 请将滑鼠移到关键K棒并打开数据窗口查看 以下说明停损计算公式 使用关键K棒的最高点 加上ATR的4倍来作为停损点位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计算 关键K棒的最高点为52188.8 ATR为508.24 508.24的4倍等于2032.96 得到ATR4倍的值以后 我们再将52188.8加上2032.96等于5421.76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要的停损距离 停损距离确定后 最后就是要来找R值 也就是盈亏比 如果是1R就是1比1 1.5R就是1比1.5 我们以目标价3R为基准 可以看到最终空单停利目标在这里集中了这根K棒 了解完多单及空单的进出场规则后 另外在策略的设计上 添加了多空转换的这层滤网 这层滤网可以避免在追求R值的过程中 因价格的反转而达到停损 让我们直接来看如何运用 这是在加密货币 比特币对泰达币 2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空单的规则 首先 我们要先绘制出前1日的日线最高点及最低点 如果你拥有我的这套指标与策略 就可以精准将日线的最高点及最低点标示出来 点选ST策略齿轮 在样式栏位可以看到 Daily High及Daily Low 就是前1日的日线最高点及最低点 打勾后可以看到 蓝色代表最高点 黄色代表最低点 接着进入到输入栏位 ATR14 就是我们要的指标参数 Lookback3 代表找出3根符合价格反转的K棒 如果将Lookback参数3改成5 就意味着找出5根符合价格反转的K棒 Stop Loss 4 就是取ATR4倍的意思 Take Profit就是R值 预设值是3R 了解完全不参数的设置后 我们直接运用到图表上 这根K棒就是我们要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多单进场点位 由于这里出现了空单讯号 为防止价格因反转而达到停损 我们就将手上持有的多单平仓 然后进行空单进场 可以看到多单的停力目标约获得了1.13% 接着空单进场后 出现了多单讯号 此时就将持有的空单进行平仓 再进行多单进场 这里就是很明显的多单亏损 如果少了这层转换的滤网 很有可能价格持续往下摊最终达到了停损 这里多空转换持平 接着又一个多空转换 最后 这个空单停力目标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而这单就是命中了3R 这套量化后的交易策略非常值得你去优化它 我给策略很大的自由度 运用跨周期及K棒形态 打造出胜率5x5 盈利因子近1.6 最大交易亏损5%内的逆势策略 策略的回测日期自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 每笔交易手续费设定是0.1% 当然 你现在所看到的回测绩效图 已经包含每一笔交易手续费的扣除 如果你是进行全自动化交易 你也可以在TradingView与交易所串接的设置上 额外添加你认为可以分批指引的阿值 也就是一部分先入代为安 剩余地交给自动化交易来运行 在此公布一个好消息 指标与策略 FriendTech正式上线了 到底什么是FriendTech FriendTech简称FT 简单来说 FriendTech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社群平台 通过与Twitter强绑定的方式 让用户可以透过狐狸钱包上的base链 购买任意FriendTech上用户的份额 这个份额在FT称作一把钥匙 而这把钥匙会随着创作者的价值输出 进而打造出不错的增值空间 非常欢迎web3.0的观众朋友 或即将踏入web3.0的你加入 邀请码及注册连结 我会放在频道底下说明栏位 另外还有一项赋能 这项赋能将获得我开放分享的所有量化交易策略 能够帮助你在加密货币合约交易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期待你的加入 并与大家一起成长和学习 感谢赌神详细介绍 老样子 这套量化后的交易策略开放大家申请使用 该策略可以透过TradingUtran接交易所来进行全自动交易 需要的观众朋友可到底下描述栏内点选申请 关于去中心化的FT上限 这个上限让大家能有多一项选择申请策略的方式 期待你的加入 无论你是城市交易者或是主观交易者 希望看完本频道后都可从中受益 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花你5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 我会非常的感谢 好啦 指标靠量化 策略要内化 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对这套交易策略有其他更棒的想法 欢迎底下留言 指标与策略祝各位顺心 我们下次见